18%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 可是他现在正在从民国84年开始 以渐进式的方式走向死亡 希望用时间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政治人物知道 媒体清不清楚 媒体当然清楚 事实上这个案子在去年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在审议的过程 整个所有的媒体在讲这个案子的时候 都叫做退辅制度改革法制化来形容它 都用改革法制化来形容它 基本上是把它用一个改革案的态度 然后来看待这一个案子 那怎么会今年媒体突然变成了 这个是叫做18%复活的一个案子呢 有没有复活 其实今天这个是民进党中常会的新闻稿 蔡英文说的很清楚 不过这个新闻稿里头很好笑 它里面要把别人的功劳还要抢进来 他这里面提到 他说民进党执政时期 面对军公教18%优惠存款的历史产物 认为要以渐进式的途径加以调整 因此早期通过民国84年以后公务人员 取消18%优惠存款 请问一下这句话听下来 你会觉得84年之后取消优惠存款这件事情 是民进党做的还是国民党做的 当然是国民党 但你听这句话 你觉得是国民党做还是民进党做 听起来像是民进党做的 可是民国84年执政的是哪一个党 是国民党啊 民国84年在国会多数的是哪一个党 是国民党 国民党提出来了 国民党做了 坦白说之后这整件事情就没有改变过 就84年之后渐渐死亡这件事情 没有改变过 民进党也能够在一句话里头 把这件事情抢来变成他的功劳 就他要渐进式改革 那你改革的不对 我改革的才对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民进党啊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 真正的里面的内容拿穿 你不站着你好好的说 不用抢功抢成这样吧 今天如果说民进党 如果按照最近发动的这一波 应该在今天中常会的新闻稿里面 就是民进党在2012的其中证件之一 就是一定废除18% 是清楚明白 半字没有 在那边鬼扯 所以民众讨厌的就是 你明明知道真相 你为什么还要鬼扯 现在最大的一个状况 就是国家信赖的原则 如果国家信赖原则 可以这样随时拉掉的话 它不是一个18%的问题 那以后所有国家 很多其他的东西全部崩溃 大哥那鬼扯不是今天才开始鬼扯 你刚刚讲 陈随便讲 那个那是什么稀奇的 他为了得到胜权 他说他当政权他叫台湾独立的 他台湾这个民主建国的 结果他当选了以后 他跟人家讲说 台湾独立 阿婆我生的儿子 真拼 而且这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他提到说 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 他的改革明显比过去更退步 我们就要来谈 2006年的那次改革是什么 民进党说 我这个18% 我不能够让你的高官负责预付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是 当时大概五职等这种退休的这种最基层最基层的这些公务员 他们其实被削减的最严重 可是呢 如果你是九职等十职等以上的主管 各位你知道吗 2006年的改革他们一块钱没少 一块钱没少 这一次国民党刚好相反 他把钱给了五职等的这一些公务员 但是那一些九职等十职等以上的主管 其实是少非常的多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九职等十职等十一职等十二职等 坦白说国民党可能某种心理头还讲 这里面我的支持者可能也许多一点 可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说谁的支持者多一点 问题的关键 你真的觉得那些九职等十职等 他本来领的钱就已经比较多了 他可以继续领更多吗 然后要让五职等六职等的 他们钱本来就比较少 然后你却剥夺他 所以民进党那个时候的改革 其实对基层最最基层的地方 那种委任五职等六职等是很不公平的 你现在把它倒过来 国库没有增加任何一块钱的支出 那我请问一下到底退步在哪里 要不要大家一起把这个数字拿来 好好的算一算呢 你故意呢 其实这个新闻稿前两段 我觉得没什么看 我觉得第三段是关键 他不跟你谈理性 他跟你谈仇恨 跟制造那种什么 那种氛围 他故意解说 现在是一趴 他们领十八趴 所以这样子还要再增加 存款的情形之下 有相对的剥夺感 我要强调 我从来没有谈过蔡英文家族的事情 相对剥夺感 我告诉各位 什么叫相对剥夺感 我从来没谈过这件事情 包括选举的期间 我们法定规定 一个人殡葬只能两平 八平半公尺 蔡英文的家族是这样子 1712平方公尺 200倍的 然后罚个450万 解决了 这是不是相对剥夺感 我要讲说蔡主席 如果你真的要竞争大位 请你拿出良心 这一篇这个 让我看到以后 我觉得你再一次的操作 而且呢 带着面具操作 满口人意道德 满嘴胡说八道 里面在讲的 风景刚刚讲得很好 你要杀丢阿伯 好像改革是你 那我今天试问 民进党告诉我们说 你为什么不改12% 你为什么不改11% 我今天要问 是谁决定这样18% 叫做改革 我们还公务人员公道 不叫改革吗 就是因为陈水扁 违法在先 你用一子行的命令 你让这些 本来是合法的东西 变成不合法 我今天只回归法是吧 你今天要反过来打我 说来说去为了什么 为了选举 所以谈理性 你刚才还在讲说 他们啊 你要期待他们 不必了 没有 这很简单一件事情 确实上这些人 摊在阳光下 你如果是阴暗面 摊在阳光下 你就会化成一缕烟 你去南 但是 导致